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 却用它寻找 惊恐 让我失去了聆听的勇气 可那声音却一直在我耳边回答 魂飞魄散的瞬间 我真的听到了 我真的听到了 吓你一跳的深夜光波 管不掉的收音机 夜惊魂 一次抓捕行动 让他误杀了人 他该怎么办 接受调查 还是选择逃避 他本能地选择了逃亡 在即将开始崭新的生活时 一个意外事故 再一次让他 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最终 他能选择的 只有逃亡 天黑了 是一个抓捕的好时机 下午的一场雪 让干警们很容易辨别出逃跑者的足迹 车在一个老市居民区停了下来 阿剑第一个跳出警车 第一个举着枪冲进胡同 他很熟悉周围地形 知道那是一条死胡同 他们要抓的人逃不了了 我是警察 举机手 出来 黑洞洞的胡同里没有任何回答 只有穿过胡同的风声 和一个走投无路的人 绝望的呼吸声 德成听到自己身后警察的脚步声 知道他们已掏出了手枪 现在 他逃不了 头顶上 一轮满月突然从云中钻出来 把整个胡同 罩得一片蓝白色 阿剑看到 他追踪的那个人 就在前面二十英尺处 他举起的手中 有个什么闪闪发亮的东西 阿剑 扣动了手枪的扳机 当目标已倒向胡同尽头的栅栏上去 阿剑仍然在继续开枪 随后赶来的警察 惊讶地冲了过来 打落了他手中的枪 阿剑 阿剑在有关部门还没调查之前 就辞职离开了警察局 开着车急匆匆地逝去 跟他在一起的 是一位名叫南娜的姑娘 他们本来计划在一个月内结婚 阿剑平时很少说话 即使是对象南娜这样亲密的人 也是直到汽车 开出三百公里后 才聊起此事 他是一个老酒鬼 游手好闲 整天就知道喝酒 他砸破了橱窗 偷了瓶洋酒 拓不及待地跑到那条胡同里 拼命地喝了起来 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正举着一瓶酒在喝 我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会以为 那是一支手枪 或是一把刀 我一射出第一发子弹 就知道那只是一个瓶子 可是来不及了 我对自己很生气 或者是这个世界很生气 于是就像发了风一样 不停地继续射击 说着他用颤笼的手 点着了一根烟 正是因为这样 我很可能要到检察院 或法院去接受调查 审判 男男是一个文静而又 善解人意的姑娘 她很少问及 她所爱的人单位上的事 她个子很高 很瘦 一头深褐色的头发 像男孩一样剪得很短 她的笑容 让男人们神魂颠倒 她的笑容 以及她眼睛深处跳动的神情 仿佛要告诉人们 她有时并不总是很文静的 而是一个热情荡漾的人 现在她坐在阿剑身边 只想着怎么来安慰 安慰自己心爱的人 阿剑算了 别想了 其实你想 那么冷的天 如果他在那个活动里喝醉了 就算没有被你打死 肯定也会被冻死的 阿剑把车稍稍向旁边让了让 避开高速公路上的几处积雪 可 可我朝他开了三枪 只是为了保险 他只是偷了瓶洋酒 我却为此杀了他 你以为他有武器 我没有这么想 根本就没有这么想 高警官说他认识的一个警察 就是在抓捕时被一个举手投降的罪犯 开枪打成残废的 如果当时我能想到什么的话 那么我认为我想到的就是这件事 可 可我仍然希望你留下来接受调查 说到底你这也只不过是个木杀 可就算那样 他们还是可以判过几年了 不用了 谢谢 阿剑抽着烟 打开汽车一侧的窗户 让寒冷的空气吹过他的头发 一言不发地开着车 他很英俊 还不到三十岁 在此之前 他的举止总是很沉稳 我想我这个人可能不适合当警察 那你适合做什么阿剑 像这么漫无目的地跑着 跑遍全国 就这样在没有人发现你的时候 四处逃亡 南南 我们会找到一个可以留下的地方 我会找到工作 然后我们就结婚 相信我 瞧着吧 可现在除了逃亡之外 你能干什么 阿剑凝视着车窗外面的血 许久没有说话 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难得越看越觉得可怕 我可以杀人 这个镇名叫七星湖镇 这个名字只适合他的过去 不适合他的现在 过去最明显的标记 到处都可以看到 那就是冰冻的湖边 一排排的老房子 现在湖水早退去很多 湖水退去的地方 早已变成了与现代高速公路 并行的杂草滩 泥土路 上面留着许许多多很深的车车 虽然七星湖离全省最大的城市 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 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 它却没有变成一个时髦的郊区小镇 这是一个典型的偏远小镇 也许那里的气氛 让阿简着迷 也许是他已厌倦了 这没日没夜不停的风波 车在一个加油站旁停了下来 好吧 就在这儿了 我们就在这儿住一段时间吧 整个湖面全都结冰了 真冷啊 像这样的避暑圣地 在冬天比一般的城市要冷 冷得多 但是 他们俩都看到 随着高速公路的建成 这里已经不只是一个避暑圣地了 他们可以选择留下 他们决定暂时住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 租了两间乡邻的房间 第二天一早 男男出去寻找更合适的住处 阿剑则出去找工作 当阿剑找到第三个地方时 那里的一个陌生人悲哀地摇摇头 这里没有人在冬天雇人 对了 除了派出所 我看你很魁梧 你干嘛不去他那试试呢 阿剑一听派出所 不由打了个冷战 哦 谢谢 也许我会去试试的 阿剑原打算这辈子 是和警察这个职业无缘了 也不打算再出现在那里了 因为 协查通报可能早已发遍全国 到那儿去 不是自投罗网吗 但 阿剑又从两家单位 失望地出来后 现在的处境 是他必须要去试试了 因为 他需要钱 直到快下班时 阿剑才敲开了派出所所长办公室的门 所长名叫张德庆 他说话时 嘴里总是叼着一支廉价的墨盒眼 坐在一张桌子后面 桌面上散乱地扔着一些书信 报告和统计名单 还真是的 我还真的需要个人 冬天呢 我们总是雇一个人 沿着湖边巡逻 注意看守那些老房子 这儿的居民呢 总是把一些值钱的东西留在那些旧房子里 他们希望那些东西能得到些保护 那你还没有找到人吧 直到上个星期前 我们有一个人 张所长没有进一步说明 相反 他问起了阿剑 对了 你以前干过警察这一行吗 这个 算是干过 那你为什么离开呢 我 结婚了吗 只是一找到工作就准备结婚 这份工作每个月只有275块钱 而且是夜班 如果你工作的很好 到夏季我们还会继续聘用你的 那么我的工作是什么 每隔一个小时 开着一辆巡逻车围着湖边巡逻 主要是那些旧房子 别让那些调皮的孩子们破门而入 也就是这一类之类的事情吧 那你们这儿 以前遇到过麻烦事吗 没有发生过什么很严重的事情 别怕 你这么大个子 没有什么你应付不了的事情吧 那我必须要携带手枪吗 那当然 那好吧 我来试试吧 很好 你要填一些表格 我要把你的原籍核对一下 这些破设备 算了 这并不妨按你立刻开始工作 我相信你 我这里有一只手枪 给你 待会儿我带你去看巡逻车 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开始了 阿剑勉强接过手枪 这与他原来使用的手枪不是同一牌子 但它们非常相似 一摸到冰凉的手枪 他就想起在胡同里的那个晚上 阿剑回到小旅馆后 对南南讲了这件事 南南只是盘腿坐在她的床上 抬头凝视着她 阿剑 一个星期还不到 你怎么能这么快又拿起了手枪呢 我不会用它的 我向你保证 我根本不会把它掏出来的 如果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 那你怎么办 南南 这是工作 这是我唯一知道怎么做的工作 每月275块 最起码我没有结婚的希望了 我们怎么都可以结婚呢 我也在超市找到一份工作 阿剑凝视着窗外 远处山坡 星星点点地积了些雪 我已经告诉他们 我愿意接受这份工作了 南南 我以为你是会很高兴我这样做的 我是很高兴你能有份工作 可你杀过一个人 阿剑 我不想再发生这样的事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 我 不会再发生那样的事了 那天晚上 张所长带她围着湖 巡视了一圈 在几间空无一人的老房子前停下 叫她怎样 才能发现破门而入者 晚上非常冷 一轮明月照亮了杰冰的后面 阿剑穿着自己的衣服 只有警徽和手枪表明她是警察 但她还是很认真的听着所长的指示 每隔大约一个小时你巡逻一圈 巡逻一圈大概需要20分钟 但是不要太刻板了 以免别人掌握你的巡逻规律 知道你什么时候经过什么地方 所以呢 要不断的变换你的巡逻时间 当然了 也要检查沿途的一些小酒馆什么的 特别是在周末 有许多年轻人去喝酒 他们喝醉酒以后经常会破门而入的 冬天他们也来这儿 这里啊 早就已经不是一个什么安全的地方了 但是那些居民就是相信不会的 看那间房子的主人到城里过冬去了 他们家呀 要后牵着呢 他们默默地开了一会儿车 阿剑的手枪沉甸甸的 突然 他们看见一个黑影从房子后面闪过 阿剑迅速停下车和所长一起冲了过去 房后的一扇窗被撬开了 一面黑洞洞的 谁 快出来 阿剑喊完话一下子从窗户跳了进去 所长连忙也跟在后面 可所长已看不到阿剑的身影 阿剑 阿剑 此时的阿剑已爬到了阁楼上 楼已经是有年头了 木板之间的缝隙足可以伸进一个手掌 就在这时他透过缝隙看到楼下有人 站住 别跑 那黑影转过身来竟冲着阁楼跑来 黑影应声倒在了地上 阿剑急忙大声喊着跑下了楼 所长 我打中他了 借着窗外的月光 阿剑划着一根火柴 阿剑发现躺在地上的那个人 投进在血泊中 可怎么会 这人竟然是所长 阿剑绝望了 举起了手枪 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不 他没有开枪 在他要开枪的那一瞬间 脑海中全是难难的身影 他不能离开他 不能没有他 小镇是没法再待下去了 他的未来会怎样 阿剑找不到一丝答案 但只有一点他很清楚 这次 他不得不又将继续逃亡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陶王 剧中人物 阿剑由李扬饰演 楠楠由葛晴饰演 旁白张文天 编剧胡写 导演何牧 录音合成王宝云 演唱剧胡写 You knocked me out You bit my lip You held me down And kept me sober Through all this time With no regret I guess that's just the way I liked it I liked it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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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ooh Maybe When I'm free I'll realize All you really wanted To share All the peace Something I Never wanted So wait Don't go Seems as though It's good and scary So please Don't you go Wait Don't you go You knocked me out I could never be the same I pushed you over And here we will remain Confusion new To you And nothing's right Nobody but you has to Hold on to the fight Just before you cry It won't change you It won't change me And I don't even wonder why Won't touch Feel so much In life Yeah we cry I know I know Baby I know But see I am waking I feel I touch I breathe I cry I know this So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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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aid Please Smile just before you cry Don't you go You knocked me out I could never be the same I pushed you over But here we still remain You knocked me out I could never be the same I can take the fight I can take the fight But don't Don't you turn away You knocked me out You bit my lip You held me down You held me down You cut me sober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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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人在看着你 有人在靠近你 谁 叶金文